所以在過程當中,我發現你們兩個群台的精神傳遞是蠻強烈的 因為必須這麼強烈的群台精神傳遞 他們會確定後來那些開的群台 他們能夠延續你們想要主張的生活方式或生活態度就對了 對,其實要堅持,然後要同化他們 有的時候一起去看一件事情 慢慢大家共識度就可以累積 像我們所謂的每年的主管考察 我們是從十一年前開始一直到現在 那從今年開始,我們又多了一個所謂的休學旅行 那這個休學旅行,我們就擴散到我們所謂的店主管 比如說我們今天主長,主長級以上 就可以跟著我們一起去休學旅行 透過我們的講解,甚至執行長這樣的一個解說 我們一起去看一件事,然後讓大家共同去體會 原來這件事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他背後的理由是什麼 OK 所以其實這裡也跟我很想要問你一個問題相關 就是說會不會其實這麼多的品牌 這麼多品牌 而且其實它是每一種像是不同的生活態度或生活主張 因為在一個多品牌經營裡面 最擔心就是他到最後會沒有辦法延續或傳遞你們本來想要主張的那種 體牌內涵或體牌精神就對了 這塊還好 因為我們畢竟沒有那麼的抽象 它都是跟生活很息息相關 比如說愛這件事情 愛就存在我們自己本身 它並不需要我刻意去翻字典 然後或者是去Google才知道愛是什麼 比如說生活有溫度 這也是從自己本身生活出發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品牌精神其實是非常落實在生活面這一塊 所以理解上不難 OK 那我想要請問你們在品牌落實的制度 你們開的這麼多家店是支營還是加盟的形式 我們都是支營 就是都是支營的方式 因為我們覺得加盟 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加盟是對消費者不負責任的一種態度 因為我很開心收了加盟金 我就不管他品質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這樣我不喜歡 所以我們全部都是直營 對 好 接下來我要問一個比較不好意思 比較很喜歡的問題 因為我知道就是後來你的規矩 他因為身體的關係 所以他現在已經像你說的 就是已經去天堂旅行 那我相信說 因為你剛開始的 你的離開精神就是兩個女生的故事 對 那這件事對你的衝擊 應該是 其實慧君的離開會很捨不得 可是我也很慶幸 他多留了那麼多年 因為他在四年前 那時候檢查出來的時候 醫生說活不過半年 可是他多熬了四年多 那也多陪伴了我們四年多 那雖然會捨不得 可是公司的主軸 公司的要走的這條路線 非常的明確 所以在大家繼續再走下去這一塊的話 我覺得還不至於會偏禮 而且我們現在我們的這一些夥伴 我覺得所謂的湊氣相投 就是你是什麼樣氣味的人 你就會吸引什麼樣氣味的夥伴進來 那我們現在進來的夥伴 其實大家都是這樣的一個調性 大家都是喜歡美好生活 大家都是喜歡 比如說過緩慢的 或者是很有 就是很喜歡那種浪漫想法 那種概念的人 其實這樣子的人進來的時候 他不會偏你太多 反而他會有他很好的想法出去 那他有他很好的想法出去的時候 這是一種創意 因為有的時候 一直透過我們兩個女生 說實在 我們也許創意沒有他們的好 所以那你們以後還是會繼續說 這兩個女生的故事就對了 就是說他這個主軸還是 就是不管他這樣或不在的話 你們就是定調是這樣子 兩個女生的主軸繼續延續下去 對兩個女生是 已經發生的是不容我滅 所以兩個女生的故事還是會繼續被發展下去 那現在我們的夥伴在發展任何品牌的時候 也都會回歸到我們當初初衷的這樣的一個想法之外 也會帶到我們兩個女生希望過的就是這樣的一個生活 甚至我們不用擔心說以後 因為現在惠君過世 以後我過世了之後 薰草森林還是可以運作 因為他就像那個 就像迪士尼 迪士尼的創辦人也已經過世了 可是大家不會忘記迪士尼 大家還是知道迪士尼的故事 那剛剛你有跟大家分享到說 在創業歷程當中 就是會遇到很多的困難挫折這樣子 那我好奇說像惠君當時 就是說你怎麼修復你自己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許願書 那除了許願書之外 就是說你怎麼樣修復你自己 然後怎麼樣經歷那些很困難的 其實我身邊有 我覺得修復自己的部分 要用自己的方式去修復 像我的部分 我有關心我的家人朋友 我有 我自己本身有宗教信仰 可是我並沒有那麼的精進 是非常懈怠的 可是多多少少它會讓我有正面的力量 然後我覺得你 比如說在遇到挫折 你一定會訴苦嘛 那像我比較常訴苦的就是跟我媽媽訴苦 那我媽媽是一個很正向的人 她都會說 你要不要去換個角度想看看 她就會去轉我的觀念 轉我的想法 那我就會 有的時候就會去思考 對真的 轉這一塊 你就不會那麼難過 就怎樣 那其實也有很多一群在陪著我 繼續走下去的人 像惠君的離開 我收到了好多好多的信跟簡訊 然後包括FB上面的鼓勵 所以我會覺得 我要繼續往前走 因為有這麼多關心我的人 然後 有這麼多陪著我的人 我相信如果他們可以到我身邊 他們一定會來 因為他們也透過不同的管道在關心我們 那就是我請教的 老師在這邊請教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等一下換個問題 就是說 你想像說 薰老師你再延續下去 然後或是他的 再持續下去的願景 或夢想上面 會用怎樣的方式去開展 會繼續做很多的品牌嗎 也許會再有新的品牌出來 因為好好這個品牌會出來 也是一個意外 說實在 因為那時候在討論香草舖子 想要轉型的部分的話 他必須用什麼樣的方式 然後後來好好這兩個字 就是女子女子嘛 就是兩個女生的意思嘛 然後也就是 好好過生活 好好讀書 好好聽課 好好吃飯 好好聊天 其實 這是一個現在生活 每個人 他很微小的願望 可是有的時候很難達到的願望 有的時候你有沒有想過 你多久沒有好好吃飯 你是不是每次吃飯都很急 然後都很趕 囊吞虎咽的 有沒有 常常有的時候 沒有好好聽人家講話 類似這樣子 所以也許會再有新的品牌 那最主要我們企業 我們希望 我們可以變成是幸福企業 那我們邁向幸福企業 我們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階段在做 像我們今年 我們今年開始我們的週年慶 11月9號是我們週年慶 我們週年慶就不舉辦 我們就逢五逢十才舉辦 那在逢五逢十 我們還是會把每年的週年慶的預算提播出來 那這些提播出來 我們用到哪裡 我們用到我們的正職夥伴身上 我們幫我們的正職夥伴免費保了受險 一般會幫員工保意外險是正常的 可是沒有人幫員工保受險 那我們幫員工免費保了受險 他今天如果說有住院或者是開刀什麼什麼 他就不用擔心 因為有的夥伴可能家境不是很好 他可能會自己保受險這件事 那我們就幫夥伴做了這件事 那還有一些是我自己今年在做的部分 那我自己今年在做的部分 因為未來各位有可能會成為我們的夥伴 所以我這裡就不講 這是驚喜 對 所以就不講 那我在今年也有針對所有的夥伴有一個 這是我們夥伴關係是國內化出來的 就是跟創辦人的夢想見面會 因為我們現在的夥伴全部加起來有三四百個 那他們也許很多人都會覺得創辦人只是從相片上看到 從電視上看到 可能不太有機會可以親自跟創辦人見面甚至聊天 這樣子 那我們今年就針對所有的夥伴 我就去走訪所有的店 然後跟所有的夥伴見面 甚至跟他們互動 跟他們一起旅行 讓夥伴覺得創辦人跟傳說中跟那個都是一樣的 都是同一個創辦人不會有什麼 好像高高在上這樣子 不會我還是這麼的容易親近這樣 對 對